婚姻经营方式有很多种 方式不重要 结果才重要 如果你经营婚姻的方式 已经是一种煎熬了 给你带来的是痛苦 那还不如放手 婚姻就像一座围城 进去的人想出来 外面的好奇观望者想进去 不要在乎这座城有多好 要看这座城里 有没有你向往的东西 劝何不劝你 道理谁都懂 但如果婚姻关系出现了 这三种情况 还有坚持下去的必要吗 一 缺少沟通 只会争吵了夫妻 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喜欢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一个愿意宅 一个愿意动 而出现矛盾 两个人零沟通 只会用争吵去伤害对方 到头来问题还未得到解决 那就没必要争锋相对了 二 最熟悉陌生人士的夫妻 把婚姻活成了一种形式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圈 互不干涉 又彼此冷漠 形同陌路的夫妻关系 出现这样的情况时 不是单身 甚是单身 婚姻里最悲哀的 莫过于她不懂你 就像大多数传统病态夫妻里一样 为了名誉 为了孩子 为了荆棘优越 而甘当路人行事的夫妻 三 由相爱到相杀的夫妻 如果两个人都要强 彼此都不愿意让步妥协 要让一个人的观点 说服另外一个人 开战总是挑对方痛点开刀 那最终就会出现 相爱相杀的下场 好的时候是知己好友 不好的时候那就是敌人 圣经都说过 婚姻若非天堂 既为地狱 在一些婚姻关系中 并不是不会出现的 如果你的婚姻 连你自己都感觉到 重重阻碍 难以前行为戏 为什么不换条途径呢